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八卦一下 看一下这个Facebook 呃,美国的股 Facebook 呃,它现在改名叫Meta Platform 呃 Facebook呢 它在上一次公布这个业绩的时候呢 就这边时候啊 就大跌嘛 跌下来嘛,跌在这边嘛 OK,就有很多人讲 诶,便宜啦,可以去捞啦 OK,那时候我就讲说 不要急,等一下吧 不要随便去接刀 看来那时候我讲的东西是对的哈 哈,如果你那时候去接刀的话呢 现在的话 又接多 一段,OK 呃,这个只是 有少少马后炮 呃,我们来讲一些比较 技术性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很简单的 OK 这边一大堆的套牢盘 啊,套牢盘很多啊 之前,这个筹码风跌破了 就是那边的,就是很多人在那边 是老的时候这个 跌破了,很可惜 然后这边呢,又有另外一个筹 另外一个筹码风,又是跌破了 现在呢,就是剩下这一个 看到这个吗?啊,这个好像顶住了 它已经是暂停 它已经算是 呃,有一个 直跌反弹的sign 看到吗?我讲的直跌反弹就是这种 跌上来的,OK 然后这边有个青色蜡烛 像吗?啊 好像有点像啊,OK 对不对?啊,这个只是一个 low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跌的话呢 就好像我之前讲的 一定要有安全 一定要等 highlow 第二只脚 现在还没有出现第二只脚 所以呢,也是不要急 不要去跌倒 不要急,等它出现这个highlow的时候 才决定要不要去 要不要跌 OK 如果你觉得 因为这个美股呢 我比较少去注意 如果你要我去注意的话 你可以参加我的Joy member 来问我这个股啊 这样我就可以在我们平时的 那个community post里面呢 回答你问题 这样你可以提醒我 呃,这样我们就继续追踪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你就帮我去like 帮我去share 如果你觉得帮你省下钱 帮你赚钱 你就去我喝杯咖啡吧 谢谢大家